徐宣太医 徐宣太医 陛下 此时万万不能宣太医啊 否则 陛下昨夜出宫的事情就 瞒不住了 算了 朕自己来 你去取一些上好的商药 在外面守好 别让任何人寄来 是 忍着啊 我的剑断了 我回去陪你 只见人不让做 现在连剑都毁了 就这么想当 趁他只见人 撤得太匆忙 留下太多痕迹 幸好有人敲衷事情 才让姑娘们平安撤离 现在想来 从蔡氏被抓起 就一步一步地 走进了对方不好的局中 奴办事不利 罪该问死 我们 都小看了裘颜值 不过陛下 在玉针房并没有发现什么 所以上宫 还是装作不知情的好 那么大一个八卦阵 知情是罪 不知情是无能 他记忆起疑 迟早会查清楚 我一味否认 失了圣心才最可怕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主动出击 我去跟陛下坦白 继续到外面守着 是 怎么了 这么紧张干什么呀 这是疗伤 况且 你也没什么可看的 若不禁风 瘦疏干干的 因为陛下想看见什么呀 想多了吧你 别叫 叫什么叫啊 你一个直见人 这么点脚伤就受不了了 忍一忍 好了 陛下 紫衣局城上共求见 你让他在外面先候着 马上就好 是 要不还是 我没事 除了剑和衣服外 还从玉珍房的井里 捞起了一些梳子 配饰 浮沉碎等 但都已被水浸泡到 什么痕迹都没有了 谁说什么痕迹都没有 珍珠的产地 镶嵌工艺 哪家铺子打制的 还有这切口 分明是剑锋削断所致 然而剑道一半利劫 所以这珠子一半断得干脆 一半强行摆脱 使剑者应是女子 与我对战 应过不了五十招 但若是三百个这样的女子 与你对战呢 三百个 好汉不吃眼前亏 那我只能先逃了 女子天性爱美 生死相搏时还带头式的 逃难时也不会例外 按这个线索去查 是 张琪大人 程尚公 你来做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真正的紫衣局明录 如何解读啊 古琴十三徽 只带十三人 执法标记着他们的行动 比如这个明石沟四 看似是无名指 安在石灰上 终止沟四线 其实指的是 石灰杀死了四人 所以 紫衣局 另有暗部势力之事 你一直隐瞒着朕 奴没有隐瞒 而是 遵从先帝遗旨 你说 是皇兄让帝这么做的 是 朝露之变后 先帝被囚子梁软禁 胆有作为 便私下命奴 挑选有恋武天赋的女童 重建紫衣局 这事 陛下也是知道的 朕确实知道 但皇兄 可没有让你再建一个御真房啊 长鸣宫内全是宦官耳目 千人之术过于庞大 未免引起囚子梁注意 只能一点点地筛选出优秀的孩子 送往宫外训练 师父 那朕尚未之后 你为何不如实交代 先帝有言 若新帝有鸿鸿之志 可服所致 若是 若是任贼做府 孱若无能 便要令里能护赏 奴不敢 奴不说 一是先帝之命 二是奴无能 至今御真房三百四世 别说跟陛下相比 就是比鱼儿好的也寥寥无几 实在不堪重用 那三百人现在在哪儿 出了城 望其山暂壁 那前夜之事 是求燕之的离间计 是求燕之的离间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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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